生命的現象 大家好,我是天昂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生命的現象 那究竟什麼是生命的現象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去思考過 究竟這個到底是不是生物吧? 大家看到一棵樹,或者甚至一隻貓 甚至在動物園你看到一隻老虎 或者是你看到的花,或者是種子 你怎麼去判到它是不是生物的? 常常我如果說,請你告訴我一個生物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隻貓,那你怎麼知道它是? 那如果現在是哪一點? 它是細菌或者是病毒呢? 那它怎麼去判斷是不是生物呢? 生物究竟應該要什麼樣的特性才要生物? 它可能會動 還是會有相關器,會生小孩,會形狂狀 會大便,會蜜蜜,會飛,還是會長大 還是會說話,還是會呼吸,還是會流汗 究竟怎麼樣才是生物? 沒關係,我們生物學家幫我們統整出來 大概有四個點,大家有可能有些人會看到五個點 沒關係,主要是四個點 繁殖,感應,生長,代謝 好,那這邊如果大家不知道哪一個 就點進去哪一個看吧 如果全部都不知道,那你就一個一個點囉 好,那邊真的讓我一下 那邊呢? 真的讓你去哪一個看 很容易決定 好,那一個人說 好,那邊也謝謝 好,那邊就好 謝謝你 好,那邊去啦 好,那邊想像 好,那邊就好 好,那邊講 好,那邊去你 好,那邊講